Hello, 大家好! 繼8月初本澳一加四口確診後 澳門醫學觀察酒店之一的金黃觀中國大酒店 再多兩名32歲和27歲的尼伯爾直保安確診新冠肺炎 屬於輸入關聯病例,認證接受隔離治療 當局隨即漏夜派出警員和防疫人員到兩名保安住所封鎖 32歲保安住所位於高士德大馬路皇宮大廈 已經拉起封鎖線並搭起帳篷 見到有車、送水和食品到場 大廈已經變成紅馬區,居民不准出來 要隔離檢疫兩個星期 而旁邊的麥當勞和大家樂已經拉起 不做生意,烏燈黑火 估計要消毒和員工做核酸檢測 而27歲的保安住所位於沙尼頭麻子街 也是封鎖了,封鎖了中間主要的三座大廈 居民都要隔離檢疫兩個星期 因為他們是紅馬區 而旁邊的托兒所亦應政府要求停學兩個星期 這次屬於第65和第66例的確診患者 是第64宗確診個案的輸入關聯病例 由於第64例的患者感染的是Delta變種病毒 政府正對兩例作基因分析 因為是同一個感染源 估計感染Delta變種病毒的可能性很大 兩名確診患者已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種 所接種的是國藥疫苗 但仍受感染 看來Delta真的很猛 當局說會檢視分析 醫學觀察酒店執行防疫措施流程 看看有沒有漏洞要堵塞漏洞 澳門隨即宣布進入即時預防狀態 在防疫記者會上 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宣布 由今日即9月25日下午3時起至9月28日下午3時啟動全民核酸檢測計劃 今早10時已開始接受預約 今次全民核酸檢測計劃設有52個核檢站 共有367個採樣點 包括一般的檢測站 14個自費檢測站和7個關愛站 關愛站使用的對象是80歲以上的長者 3歲以下的幼童 殘障人士和孕婦等等 每人可以由一名陪同人士陪同核檢 有傳媒關注娛樂場所包括賭場會否考慮關閉 社民司司長歐陽瑜回應當局證不斷研判 會視乎紅黃馬區核酸檢測結果等 再決定會否作進一步措施 十一黃金周快到了 歐陽瑜說相信對國慶黃金周旅客量有影響 所以這次真的很大禍 好,這集先看到這裡 有最新消息再跟進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拜拜